現在可以補充發言 兩分鐘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請我們邵教授來先發言 時間兩分鐘 我想還是那個啦 就是說盜料界真的 現在看起來真的我覺得還是各自為政一般散沙 情況比較那個阿章為什麼很難合作 我覺得的確就是有需要 就是說 比如說 那個 一個道教徒 或者說一個道教 你可以看到那個每一個宗教都有它的聖經聖典 然後它門徒有什麼規範 剛剛那個一個組織 本來我們道教就是有一個那個制度性的組織性的宗教 可是這個情況 在當代社會真的面臨很大的衝擊 到現在 比如說 我們自己 學術研究 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天師到底是誰 然後 那個 然後 也沒有一個那個組織 然後 其實很多宗教你可以看到 包括佛教 我覺得佛教他們就是一個很也可以參考的典範 然後當然基督宗教也是啦 因為他們那種中心教會的組織力量很強 然後他們也真的做了很多一些基礎的工作 那這些工作真的我覺得在道教界真的 常常看到的就是人人一把號啊 一個吹一個的吊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真的有需要大家看那個 看有沒有可能真的就是看怎麼樣 大家團結齁 要或者說至少某一個地方他願意做投入這個 不然的話我覺得在道教界 把所有的宮廟都納入這個道教 這個當然是 好像看起來道教那個陣容很大 不過他真的也面臨的就是說真的 因為畢竟是多神教 其實多神教 他道教 有講他的神學教育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一神善變成萬神 就是正義大道以生真諦 正道玄真以生大神 一切都是來自這個道 其實他還是有一個核心的那個 就是說多神教的問題就是 大家都拜自己的神 不知道那個終極的那個 其實道很簡單 其實我們甚至可以講說 每一個人都是隱形的道教徒 你只要是遵循道 因為我們不可能離開道 只要是遵循道 那我們照這個道的規律來講 其實都是屬於所謂的道教徒 那我覺得道教在這方面 其實他就是真的日常生活 那在這個地方 然後對道的信仰 其實這個跟現代科學就是 一切都是有規律的 都是這個宇宙本來就是有規律 生死啊 甚至禍福得失啊 或是什麼 其實都有他的規律 那所以道教真的有需要就是說 更加強化